无足佛事 设访世界所有众生 令生我差 借居自摸真心自身 这一章里头有三月 第三月 有三个月 我们看练脑的主节 设访世界所有众生 令生莫差 借居自摸真心自身 这是经文 示威第三 深习金色运 身必图致 身界自摸真心自身 真金色者 该为如来的神色 山道大四月 祝福与行 常驻不变之相 事故现黄金色 五金 金银铜贴 锡 这五种金属 只有 既黄金 不受氧化的干扰 他的色不变 你看 银 铜 铁 锡 都会只有氧化 氧化 他就变成黑色了 变成灰色的 必须要清洗 黄金不会变 所以 金色神代表 他的色相不变 什么色相 永远年轻 这个不容易啊 我们人会老化了 有身老病死 这身体天天自在变 他不变 所以 金色代表不变 中国佛门 严余有所谓 菩萨菩萨 年年十八 人欢喜啊 啊 能不能说到 能 永远快乐 啊 为什么 悠难 使人老 人有忧虑 老化很快 啊 我们这些都是过来人了 这个经验很丰富 啊 我同学 朋友当中 有很多 是从私 政府工作人员 啊 当他在位 有工作的时候 他把他自己年岁忘掉了 啊 专心在工作 啊 每天很欢喜 到退休了 离开工作了 他就忧虑了 我老了 你看 不能上班了 啊 老了 老了 天天想 老了 真就一天比一天老 啊 一年没见 看到他 就好像他十年没见 了 怎么会老得这么快 啊 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啊 古人说的 又能识人老 啊 佛给我们讲的 相有心神 不是 你不过去没念老吗 没想老吗 现在常常想老 我是老人了 有老人的待遇了 老人的健康 老人的保健 他想老 所以 他就老了 但你要是不想这些 不想这些不老啊 啊 海业 海串 火山碎老 他体力正常啊 年轻人一样啊 没想到老啊 啊 每一天 到时间 到田里面去工作 啊 种粮食 种菜 种树 这就是他一生的事业 啊 天天干 啊 种树 种了几万课啊 一生当中啊 喜欢搞这个 啊 一般一十二岁 要记住 他往生的那一天 是晚上往生的 白天呢 白天干了一天 在菜园里面 啊 那个菜园很大 平地 啊 在整地 割菜浇水 拔草 从早搞到晚 干了一天 啊 一直干到晚 黄昏了 太阳下山了 有些人 提醒老和尚 天黑了 可以收工了 明天再干吧 啊 他老人家回答说 快了 我快干完了 干完了 我就不干了 啊 大家听到这个话 也没在意 啊 到第二天 他往生了 想想老和尚 最后这一句话 话里头有话 他欲知识知 啊 他今天干完了 今天晚上往生了 就不要再干了 啊 这就是 最后这一天 他也没休息一下 啊 你看 大家想想他 在往生前这一个月 到处就看看老朋友 去走动走动 去慈行啊 啊 以前住过的庙 出家的道场 冬秋看一看 啊 去打个招呼 跟大家告别 妙计了 啊 你 头 佛 啊 你 头 佛 啊 你 头 佛 啊 啊 啊 感谢观看